9分钟学会补可梦卡牌对战 嗨,好烦,不想提 不紧要,你比30枚时间我 先攻,不可以进化,不可以弹 后攻,不可以进化,但可以开始弹 两个player,每回合,只可以手填 一张能源卡,放一次场地,放一次支援者 每个player后场,只有五只Pokemon 五只Pokemon 如果你觉得複杂和不想听 PTCG就不适合你了 你不要进坑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居报港人Billy 当然,要玩到PTCG 这款宝可梦卡牌游戏 当然,不是刚才30秒这么简单 只是开玩笑 如果你觉得那30秒的规则 你也觉得很难记住 那卡牌游戏的确就不适合你了 事不宜迟,我们首先由分类开始 PTCG比其他卡牌游戏 其实是友善很多 分类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这种 我们叫Pokemon 即是宠物小精灵 第二种是Trainer Card 左上角有一个Trainer 有支援者之外 也有物品 场地也是一个Trainer Card 第三种就是能量卡 介绍完三大分类 就正式开始第一部分 Pokemon Card的出世介绍会 会有V的世界 亚尔宙斯VSTAR 也会有V和VMAX 当然,也会有非规则的宝可梦 右上角是属性 也会有血量 中间就是类似打机的招式 这张卡就可以有两个招式 不同的Pokemon招式 都需要不同的能量需求 以这种亚尔宙斯V为例 三重处能是两个星星 力量刀锋是三个星星 意思是 星星即是任何属性的能量卡 都可以当作能量需求 用刚才把白马雷冠王VMAX做例子 他的一技君王奇行就是两个星星 即是任何能量卡都可以使出第一招 但第二招极具之矛 就会显示了两个水能量卡 才可以使出招式 即是说 如果你不是两张水能量卡 贴在白马雷冠王VMAX身上 就不可以使出第二招的招式 左下角是弱点、抵抗力和撤退的费用 接着到进化流程 你会看到它是基础 左上角会写了 是从亚尔宙斯V进化 就是说这个Vsat只能从亚尔宙斯V进化 是不可以从亚尔宙斯进化的 人物卡是会有不同的效果 中间框框的效果 至于道具 这里写了物品 是完全没有限使用的次数 道具方面 其实也会有一张叫做物品卡 由上这里写了物品 它就是一个物品 可以插在一个宝可梦身上 但是记得它一只宝可梦身上 只可以插一个道具 插到它就不可以拔出来 好 那经过这个卡卡的介绍之后 就为大家介绍Play Map游战 它的长区就是在战斗区 放了一只Pokemon 而后面的座椅 我们会叫后备区 最多只能放五只Pokemon 在Play Map上 也已经标示了五只Pokemon 然后所有的deck 每一副牌组 在PKC主里面 都是规定60张 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就放在deck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的chess 就是我们会叫墓地 墓墓 所有卡 用完之后 支援者用完之后 都是放在墓墓上 左边六张掌伤卡 如何拿掌伤卡 使用招式 或者用任何效果 对手的Pokemon 有伤害超过 或者等于它右上角的血量 都会做一个弃绝 即是死了 它下面就会写 每一张卡 都会拿到多少张掌伤卡 V怪就是拿到两张 V Max就是三张 V Star也是两张 普通的卡 我们会叫小怪 就是一张掌伤卡 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说一只Pokemon 它是会有不同的状态 它会有中毒 在检查阶段 就扣10滴血 烧伤 在检查阶段 就扣20滴血 在检查阶段 就扣20滴血 如果是正面的话 就可以解除状态 你看到这个反面 就不可以解除状态 那就继续烧伤 然后除了中毒烧伤 还有一个混乱 每一个回合 作出攻击宣言之前 都要Flip Coin 它要正面 那我又反面 反面就不可以做人攻击了 就要扣30滴血 它从前也有睡眠 还有麻痹 那睡眠 就是在每个玩家 结束后 就会Flip Coin 如果是正面 就会睡醒 如果是反面 就会睡 麻痹 就是在那个玩家 结束回合之后 就回复正常 除了是这些回复正常的动作之外 所有进化 和退回后场的动作 都可以把这个異常状态移除了它 好了 说了这么多规则的介绍 其实我相信你一直听 是不会记得的 最好也是上赛场玩 好了 那听完这些规则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个正常的 流程是如何 首先洗好牌 用你的方法去洗牌 然后洗牌洗坏之后 你就需要让对手进行一个切牌的动作 你就可以任意的切牌 然后就给对手 然后就要进行一个摘式 或者是拆包子打 或者是用这个色彩去决定 你先攻还是后攻 通常都会是 你拿着粒式摘 就要问对方 你是要单还是双 你拿着桿 就要问对方是正面 还是反面 决定完先后攻之后 两位玩家 都各自抽七张牌 让对手确认是七张牌之后 就可以拿上手牌了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一只基础的保可梦 放在战斗区 你也可以放最多五只Pokemon 到后备备战区 如果有Pokemon 就在顶上拿六张牌 作为掌上卡 记住 所有动作都是反面 不能让对手知道是什么牌 自己都不能看的 这是一个正常开展的程序 如果这个时候 你没有基础保可梦 对手都没有基础保可梦 就大家一起重复一次洗牌的动作 如果是你没有 但是对手有 那对手是刚才这样 正常铺完六张掌上卡 就开始等你洗几次 我们就会俗称叫Molligan 多少 Molligan12345 我们通常的惯例 Molligan1 就会把粒式 或者把一个双控日子 放在卡顶上 如此类推 1612345出版90 看看你有多黑仔 或者对手有多黑仔 这个Molligan 其实可以选择抽多少张 有些人会说 只可以选择抽或者抽完 其实不是 最近改了例 可以选择抽多少张 这个又是Molligan的示范 没有基础保可梦 那就又洗了 对手就会变成Molligan2 洗到双方都有基础保可梦 放在掌上卡之后 游戏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刚才我们决定了先后攻 先攻的人 开始游戏 例如我是先攻 我就拿牌 先攻是不可用支援者 道具也是任用的 在这个情况 我就可以发动一张先机球 然后选择一张Pokemon 放在备展区 记住 任何搜索完牌座的动作 你也需要把牌洗均 然后给对手做一个切牌的动作 前置牌就是由对手的决定 但是你一定要洗均巡 然后给对手 一个回合 只可以在手里填一次能量卡 无论它是基本能量 或者任何特殊能量的种类 在先攻的时候 这个回合已经完结了 对手就做回后攻的动作 我再抽牌 真是来到一张支援者 我就发动这张美容 把墓地的水 铁牌 我的艾尔就CV 然后重牌区抽三张牌 然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直到胜利条件 就是哪一方玩家 抽了奖赏卡就赢了 又或者是 他的战斗区 再没有Pokemon 后备区也没有Pokemon 那玩家就会输了 又或者是这个牌库 已经60张抽完了 然后我再要做抽牌的动作 这个时候我就输了 胜利的条件或者输的条件 就是这三个条件 基本上 寶可梦卡牌的对战就是这样 当然 如果你在这个卡牌游戏 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欢迎给我个赞 如果做得好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新手朋友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